身穿粉色商業的女子本來要面交快篩世紀 哪會想到買家竟然是個警察 女子好緊張乖乖把手上快篩世紀交出來 警方一看不得了裡面全是快篩世紀 桌上這10個快篩世紀就是還來不及賣掉的證物 原來這名女子在社群網站發文 說自己手上有快篩世紀到處兜售 午後晚間警方仰裝成買家前往台北市中正區面交 當場逮住這名女子 他共稱這些快篩世紀是網路上跟上游買的 已即用250元轉賣已經賣出50劑 只是藥局一開門 就是廠長排隊人籠快篩世紀很難買讓人動起歪腦筋 想要趁機賺一筆 只是快篩世紀屬於第三級醫療藥材 沒有醫療藥材廠商資格根本不能在網路上販售 女子現在恐怕會被開罰3萬元以上100元以下罰還 為了賺少錢卻得要被罰大錢 這名女子恐怕再後悔也來不及 陳吉祥,你最好,張惠明,基隆商報道 T cap手 Cock T cap手 T Print T ES